中部地区降雨有限 水情持续吃紧 但就在供五停二分区限水的同时 有民众发现在台中市西屯区 又有自来水管线疑似老旧不断的渗漏 造成每天大约三吨的水完全流掉 由于这条管线必须供应13万用户用水 因此将等到下周二停水期间 才能够进行管线态换 这几天只好先调整供水量 来降低渗水量 自来水管居然出现小喷泉 水不断流出让民众看了好舍不得 整个水管都破掉了 应该是锈死的吧 上次已经来报修过一次了 就在每周必须停水两天的吹水期间 西屯区港委里这处水管疑似太过老旧 不断渗出水来 珍贵水资源就这样白白浪费 是可笑啦 一定要修好啊 不修好的话 以后会漏更多会随时更多啊 中部地区雨水不足水情不乐观 公五停二分区陷水造成民众日常生活的不方便 但就在陷水同时 却有水管24小时漏水 让民众相当无奈 上个礼拜的部分 又发现了又开始在漏水 那这个锈死是非常严重的 当地民在第一时间通报自来水公司 期盼可以在不影响13万用户的情况下 赶紧将漏水状况排除 水公司强调 这几天会先降低当地的供水量 尽量减少浪费的水 态换管线的工程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以免增加对周边用户的影响 另外也会加强类似管线定期检修 避免渗水状况再发生 建议专程节台中报道